kok frank 我们的集团 就是 新冉沉 我想先说明一下 刚刚所介绍的 观想法 50形象 一个观是 就是右看见 不是若眼看见 是什么看到的呢 是天眼看到的 就是说是你的另外一套系统 那么观想的想法 想是上面一个像模的像 下面一个心 这个像模的像代表形象 代表形象 代表形态 心呢 就是说是用你的心 用你的思想 用你的精神 把这个形态 观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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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了 和灵光法没有一点关系 对 我们现在学习 现在学习 灵光法 灵光法 因为灵光 它本身带有灵性生命 就是 这些东西 就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介绍的是 灵气的方法 到了上面 我们介绍的是 灵光的方法 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所以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和学习 学习 但是 每个层次 都是不同的 就是 每个层次 每个层次 当你练习光 练到一定程度 以后 开始进入了 练习光的阶段 为什么要练习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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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光 它是 因 阵 阵 你 阵 阵 这样 enfin 就是 这个 是 能力 印 和 炳 你 它就是 野 那我们的特异功能,我们里面的生命,它的运行规矩,运行的规律,都是超光速的。 我们的认识是我们的认识,是我们的认识,是我们的认识,是我们的认识。 光是一种能量的。 那么怎么样练习光呢? 和练习是同样的原理。 那我们的认识是同样的原理。 那我们的认识是同样的原理。 当你处于芳生态的时候,是加意念我在光中。 光在我中,光与我同体。 那我们的认识是同样的认识。 光在我中,光在我中,光与我同体。 光是你,你就是它,你整个身体是一个透明的光。 的认识是我们的练习。 就是我们的练习。 你决定了你的生命的量级和层次 那你可以观想电光 可以观想七色彩色的光 紫色的光等等都可以 你也可以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любой свет то есть фиолетовый, любых цветов 不重要 炼光同时它是激活性的功能 是什么呢 为了激活你的生命体 这种 упражнение оно стимулирует работу шишковидной железы и развивает ваши скрыт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当你采光一段时间以后 首先当你闭上眼睛以后 你的体内也发亮了 甚至整个房间也发亮了 当你闭上眼睛 你会开始灭上眼睛 你会变成光 你会变成光 没有经过这样经验的人 他们闭上眼睛 一片黑暗什么也看到 那些人,不習慣,都不看光,都看不光,都看不光 當你經常用采光的方法進行洗練以後,你開始漸漸地閃動以後, 你會出現白色的光 我們叫白雪 就像白色的雪 然後接下來繼續進行修練 就會出現白色的光 我們叫黃牙 然後你會看到更白色的光 接著再繼續進行修練 就會出現其他顏色的光 乃至五色的光 然後你會看到其他顏色的光 就像是電視機一樣,漸漸地出現了 这个图像 这就是像评论的评论 你开始发现灵光和灰光 智慧的光 这就是会发生的光 这就是会发生的光 比如说灵魂的光 最后会发生的光 带有生物体形象的光 生物体 生物体就是咱们这个字 生物体 你也可以看到 灰色的光 这个生物体呈现的形状就是一团光 它没有骨骼,没有肌肉,没有形态 但是它仅仅是一团光的形状 这个时候 你距离这个有限的生物 只有一团光 只要老师帮你带 或者教练的方法 你马上就完成了生命的操约 所以用这些试试 能够得到一位最高的位置 这些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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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介绍 我们介绍 这些试试 在训练的试试 有点显示 这些试试 就是不形成性 这些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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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形成性的形状 有很多種 所以在這些練習中 除了整體,有更多有趣 有幾級裝,大雁裝,等等 大雁裝 有些細節,有些主題 無幾級裝就非常簡單 只要兩腳有些全身 自然的重心,自然下腿 就是在這類似的動作 放在這類似的動作中 放鬆,放鬆,放鬆 再沒有別的動作 就在這種自然放鬆的狀態裡面 合作的動作 有些細節,清洗水 和清洗 在這類似的動作 有些細節 在這類似的動作 我們為何要單獨 解釋一下 這類似的動作 我們必須解釋 為什麼我們必須解釋 這類似的動作 因為這類似的動作 容易放鬆 因為這類似的動作 很容易放鬆 如果你們看到太陽 在清晨洗練的時候 面朝太陽 讓陽光 從前面穿進去 從後背穿出 或者從上面穿進去 從下面穿出 這樣一種洗練 電光 容易進入 狀態 比如 在這類似的動作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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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水 洗水法 它來自於 印度的一個大師 叫達摩 這系統 придумал 達摩 達摩老祖 到中國傳道 留下了三本經書 一本叫《易經經》 一本叫《洗水經》 另一本叫《易古經》 То есть Дамо прибыл из Индии и основавшись в Китае он написал три книги это 《洗水經》 《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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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易經經》 《易經經》 《易經經》 это восемь кусков парчи 《易經經》 大家都能見得到 市面上 有 也許 也翻譯成了俄文 То есть эти все книги переведены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ы можете их найти 那麼 《洗水經》 市面上 已經失傳了 只有中共 才保留的 有《洗水經》 То есть эти техники включают себя медитацию 《洗水經》 當時傳染的 《洗水經》 有點麻煩 洗天起来 非常麻煩 например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книги и техники его промывания костного мозга то она 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а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пражнений 需要 很長時間 нужно потратить довольно-таки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времени чтобы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中共 改變 只保留了 它的名字 它的 方法 完全 解釋 Вот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ашей практики мы немного изменили как бы немного технику здесь вот и соединили вместе с упражнением с техникой джунгун 那麼 我們的 洗水經 的洗練方法 簡單到 一瞬間 就可以完成 то есть это способы промывания костного мозга в нашей практике они более простые 具体的做法 то есть способ выполнения следующий значит способ выполнения следующий сидеть можно лежать можно стоять все можно 然後 把 观想法 линггун法 相结合 在人体里 進行 линггун法 把 линггун法 和 观想法 相结合 то есть вы объединяете метод визуализации и метод собирания света 你可以 观想 宇宙中的光 可以是极光 也可以是电光 то есть можно например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свет из космоса можно например электрический свет такой белый 从你的头顶 快速地射过来 то есть свет входит через вашу макушку ваше тело 穿过头皮 穿过头骨 从上向下 瞬间 穿过全身 то есть проходя через все тело через вашу кожу через ваши кости то есть сверху вниз сквозь ваше тело 让这样的光 冲 到 头皮 皮毛 组织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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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о есть позвольте этому свету омыть все ваше тело вашу кожу ваши кости костный мозг 全身 任何一个 部位 都在 光的 冲洗当中 体表 里面 脂肪 里面 全部 冲洗到 свет проникает во все ваше тело в каждую вашу пору и в позвоночнике и 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органах и в костях свет проходит абсолютно везде и через ваши стопы и свет проходит через все ваше тело вымывает застойную ци больную энергию и она вся уходит через ваши стопы вниз в землю так вы практикуете друг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такие как небесный круг малый небесный круг большой вы также можете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свет и это будет отчасти этим упражнением промывания костного мозга и лечит проблемы с кровью 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органы также обновить костный мозг и лечит проблемы с кровью и с кровью и тело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болезни это вс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природе инской природе инской энергии то есть мы с помощью наших упражнений 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омывание костного мозга стараемся как бы инскую энергию вывести из нашего тела плохую именно застойную ци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здать баланс иньян об этом писали известные бессмертные даоски например Лю Дон Бин то есть чистый ян что такое проявление чистого яна это бессмертие бессмертия говорим что что чинь ян это чинь ян то есть то есть суть суть практики это избавление от инской энергии и обретение чистого ян бессмертия это самая высокая цель мы заканчиваем обсуждение этого упражнения сейчас будем обсуждать открытие большого небесного круга то есть в этой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нашей практик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мы открываем быстро большой небесный круг в древнем китае 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суждать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актик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большого небесного круга 在具体介绍它的练乏之前,我们要说明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将直接引起 整个功夫界和修炼界的变化。 这个理论叫什么呢? 气路学说 气的道路 气路学说 气路没有一个地方 气路 气路没有一个地方 气路 气路没有一个地方 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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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词上,在德西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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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西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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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有一條脈 臺脈是沿著腰部橫向中的 比如說,有一個脈,通過腰部橫向腰部 瑜伽和藏傳佛教認為人體是由三脈七輪所構成的 中脈,左脈,右脈,左脈,右脈 一條脈是從中脈 一條脈,從頭到尾尾尾尾尾尾 其他的七輪是沿著人體橫向運動 第二輪是向人體走向人體 他們所有的修煉方法都是根據他們的學說 進行編排的 所以道家的大陸篇要有一個學位 一個學位的走 365學位全身 要全部讓氣,光走一遍 上去練習 那就是研究我們所帶的修煉方法 在建築大陸篇的大陸篇 所交換上365個線 在身體地上 各自個有力量 得 from human身 所以能夠以為 六條脈 事實上只會有一個操作 賣人學說 他們的運行方式 始終是一個賣人 可以再轉一圈 再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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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這個方式 最後 左脈右脈 采用保停器,气节佛风 这样的修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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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舒服性 но этот способ он довольно таки комфортный то есть удобный 中医 最初提出来 叫子午留住 他们的理论认为 气是按照时辰 在体内 中向走的经络 每一个时辰 所走的经络 是不一样的 то есть движение например согласн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медицин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аждом канале оно разное то есть энергия течет по разному 我们把 这个几家的 理论 我们学说 抛出来 然后我们来比较 按照这样的学说 如果一个人的腿断掉了 他的腿断掉 只剩下半个腿 是不是他的经络 经络就断掉了 人是不是就应该死了呢 а значит ли например что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потерял часть ноги т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каналы как бы не работают то есть 实际上 并不会死亡 他活得 还非常好 нет человек продолжает жить и энергия в нем тоже продолжает течь 从我们的实证 修炼 来看 全身 所有的皮肤 所有的毛细孔 都可以成为 气露 往体内 进气 进行真气的采集 和光的采集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全身 无处 不击露 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走气 都可以成为 气的通道 то есть нет такого места где бы где энергия бы не текла то есть всегда можно то есть ее собрать и как это улучшить течение энергии в каналах 第二个 就是全身 无助 不丹田 全身 无助 不丹田 像我们提出 除了 我们 一部功 里面 介绍的 救个穴位 以外 全身 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 成为 丹田 除了 另一个地方 除了 一部功 起 少的 九 十 一部 可以成为 除了 其他地方 都可以成为 丹田 除了 全身 除了 体肯 除了 全身 都可以成为 丹田 除了 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成为 丹田 甚至是 一个小手指 它上面都潜藏了人体的配合 所以我们在教大家 认识这些部位的时候 告诉大家 不要确定点 而是一个区域 你不必须很重的关键 在专门的角落 你不必须在专门的角落 你不必须在专门的角落 也就是说 气不光可以重向运动 也可以很重运动 甚至可以车的运动 斜的运动都可以 以神传佛教的三外七輪的修煉方法 很多人修成了 按照道家经说 也有很多人修成了 这说明他们的方法都正确,但是都不完整 我们把气路学术抛出来,就是配合我们下边要进行的大冬天的鞋 实际上我们在进行无形彩器介绍的时候 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它的气路到处都可以 你用白灰可以进气,用老弓也可以进气 比如说,当你经历了一种热门的热门 你已经明白了,用热门的热门 你已经明白了,用热门的热门 你能够用热门的热门 一种是在地面,另外一种是在天上 第一种是在地面,一种是在天上 第一种是在地面,另外一种是在天上 好 下面我们就先用戴的方式 把大家的大作天先进行 去步行的分布的戴练 就是 当你 практикуете это упражнение 第一个 让你平均匀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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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让你平均匀 好 请大家等下坐 坐下来 坐下来 прямо и на край на кончик стула 全身放松开 расслаб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расслабьте все ваше тело 现在注意你的下段调 现在 направьте свое внимание и сознание в нижний дан调 注意 注意 用你的全身毛吸孔配合呼吸 吸气的时候呢 通过全身毛吸孔把宇宙蒸气吸入下山田 呼气的时候呼到大腿 rogu 你吸气 用全身吸氣 好 現在用全身吸氣 現在用全身吸氣 吸氣 吸氣 现在我们用全身吸气吸到大腿 呼吸的时候呼到小腿 然后体会感觉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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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呼吸 现在全身吸气吸到下腿 呼吸呼到两脚 现在 при вдохе вы вдыхаете через все поры вашего тела в нижний дантянь энергию а выдыхаете через стопы 现在开始吸气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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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吸气的时候通过两脚 吸到腰部 腰部 腰部 然后腰部 腰部 散开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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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会把所有脚步伸在身体 然后把脚踪迫左右 然后把脚踪迫,然后把脚踪迫 所以我们放入脚步伸到脚步伸到脚部 现在用全身吸气,吸到两肩颈部 呼吸,呼到两脚 现在我们进入肩膀,吸到肩膀,吸到肩膀 呼吸,吸到肩膀,吸到肩膀 吸到肩膀,吸到肩膀 现在我们进入肩膀,吸到肩膀,吸到肩膀 吸到肩膀,吸到肩膀 吸到肩膀 吸到肩膀 吸到肩膀,吸到肩膀 但是你的肩子也在用足 你提供到两脚 接下来你脖子 你脖子也在脖子 你脖子也在脖子 接着脖子 运动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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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用全身帮行呼吸气 现在用全身帮行呼吸气 吸到两肩 呼吸的时候呼到两手 呼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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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用全身把吸气吸到头顶 呼气的时候让它自由落体 不要管气 让它自由落体地往下运行 现在你会吸气 через每一趟的身体 через膀胱 当你吸气,吸气不吸气 吸气,吸气,吸气 微清晰一下响 她在流氓中的流氓 注意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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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ыдох вдох выдох вдох длинный вдох длинный выдох вдох выдох выдох вдох выдох 现在注意,用全身毛系统吸气 吸到下降天 呼气的时候,呼到会音 让气 在会音处散开 让感觉到气 呼吸在会音处弥漫 然后向上翻腾 向人体 向上走 а теперь вдыхаем через каждый упор наше тело 全身毛系统吸气 同时,口鼻呼吸 吸气,吸到下降天 呼气的时候 呼到会音 呼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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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翻腾 然后向上翻腾 呼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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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呼吸 呼 呼 注意下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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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呼到全身 全身的 皮下不出皮膚 气不出皮膚 不离开人体 呼吸 呼吸 你要仔细体会 从下登天到全身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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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脂肪也混在自己的脂肪 如果你想练习,练习,练习,练习 不要按照我所教的方法 你可以使用全身的吸气,吸气,自然的肉体下去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学习,你不能做 比如,为了解开大宋室的室室 你能直接吸气 через所有肌肉的脂肪 它的脂肪在脂肪 然后,你会吸气在你的脂肪 或者你吸气在脂肪 你看,我们的这种吸气的方法 它的气运行是横向进来 然后上去,再重向下去 我們可以跟不可以鞆動 automated功夫 ỗkur獨そんな道菜 在內 接著誘擦 你可以腕向逃進去 走向彤 这一呼一吸整个大作天完成了。 一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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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来大作天这么简单。 这种 упражнения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您看到传统的大作天, 一吹一吹一吹,一吹一吹, 一吹一吹,一吹一吹, 一吹一吹,一吹一吹, 一吹一吹,一吹一吹,一吹一吹。 这就是它的差别。 这一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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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吹。 好。 的话,在接近世界上出现物量居然。 那么怎么里面居然能断居然能修订呢? 首先,我们介绍在地面的系列方法 你在地面的系列可以采取坐,坐,躺着都行 在完全放松以后,使用无形采气,观想,灵光,洗水法同时使用 你观想在宇宙的尽头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光 这个光可以是电光,也可以是采光,也可以是白光 射过来,从你的头顶射到全身 你认为了,在地面的室内,是细色的 你认为了,在地面里面的室内,从头顶到脚 从上向下,从头顶到脚 你认为了摄像在脚上,从头顶到脚 越过地球。 То есть этот свет наполняет все ваше тело, и уходит в землю. 画一个圈, 这束光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себе, свет далеко-далеко в космосе. 你成了这束光环的 一个中间过离去, 能量从你的身体里边穿过. 游透,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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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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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 穿透到地心。 то есть энергия входит через макушку вашего тела, сверху вниз, через все ваше тело. То есть все тело начинает светиться, 然后是这样一面 我在光中 光在我中 光与我同体 你就在这样一种 光太中 你应该让你体内运动 所以你能做到的方法如何練天上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观想从远向天边飘过来一朵五色的云彩 然后你观想自己站在五色的云彩上或者坐着躺着都行 然后你会放在天边的天空 然后你观想自己站在五色的云彩上或者坐着躺着都行 明太 突然向上运行 然后穿过屋顶 穿过云层 再穿过云层 到天空的上面 那里充满光明的地方 系列 最高的位置 在天空的位置 你会继续地上运行 你会继续地上运行 在那里上运行 停在那里 进行我刚才介绍的系列 当时你会继续地上运行 我们训续地上运行 系列的方法和刚才介绍的方法 刚才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 刚才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种方法是一样的 基本上运行的方法 也相似的方法 形式的方法 系列完结完后 你必须先让五世云才带着你 穿过云层,穿过层顶,穿过层顶,到你坐的地方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观想,就是观想自己的位置上 你观想自己把五色云彩拖起来 然后五色云彩渐渐地向远处飘去 然后你自己想一下 自己心里面默念感谢五色云彩 然后是再请再到 就是再请他的态度 就是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нуж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что вы в облаке облака света свет вас то есть пронизывает вас насквозь 西游记里面有个孙悟空 他师父给了他一个金豆云 他踩到这个云彩上面 一个金豆可以翻十万八千里 现在呢我们大家也每个人有一个五色云彩 现在呢我们大家也每个人有一个五色云彩 但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五色云彩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五色云彩 现在我们应用这个方法去训练 可以训练成为天空法 天空的能力 天空的能力 那我们应用这个方法去训练 将来我们应用这个方法去训练 可以训练成为天空法 我们现在教的是大家 身空去洗练 练功 那么到了六部功以后 七部功的时候 我们会介绍一个叫 天空法 天空法呢就是 你带着你的本人 肉体一块天空法 而不是观想 那就是 например есть еще практика седьмой ступени когда вы не просто ничего себе не визуализируете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а просто используя наше обычное тело достигаете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небес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那么这个天空法呢 它里面有一些诀窍 有一些口语 我们没有介绍 就是说天空法本身呢 它有一些秘诀 我们没有介绍 就是说天空法 но вот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рактики седьмой ступени то я еще не объяснял вам эти ключи практики у нее есть одн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因为 这个 我们目前 不能点破这一点 实际上 我们所有的 就是这样 到了一个层次 我们就给你点破了 比如说 养生键子 之后 刚开始 我并没有告诉你 这是 练习大多天 то есть мы во все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 то есть например вот начинались практики первой ступени упражнения руки меч в стойке стояние столбом вот но как бы но вы же когда практиковали вот это упражнение еще не зн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большой небесный круг то есть и как его выполнять 那么 вы практиковали упражнение второй ступени практиковали долго но как но в искусств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еще нет например 在第三層的教育上,您必须感受到您的身体和身体的接触 您的感受感受到您的身体,您的感受到您的感受 我們已經完成了。 下一步我們修理下功。 我們完成了習慣了大大圈。 現在大家拆開雙手。 現在拆開雙手。 在肩膀上 在肩膀上 维修由用头发布 先头发布 好 拼折髮額 拼折髮額 好 打招呼 拆住了 好 打招呼 好 打招呼 是嗎?是嗎? 好 把鞋子弄成小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А теперь каждый встаньте в пары и прохлопайте друг другу спины Спасибо за субтитры Алексею Дубровскому!